最近有人私信问我 我的车子是电子手刹的 起步的时候 电子手刹是会自己松开 还是必须要我们手动释放 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不过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是比较危险 或者是对车子不好 那我今天就用自己的车子 给大家做一下实验 我们先系好安全带 车子点火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现在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 显示电子手刹已经开启 我现在挂上D档 现在已经挂上D档了 我松脚刹 脚刹已经松开了 车不走 如果是在电子手刹放下的情况 我们挂D档松脚刹 按说车子就会自己走了 我现在踩下油门 车子走了 电子手刹已经松开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气候安全带的情况下 起步挂D档松脚刹踩油门 电子手刹是会自动释放的 我们再试一下第2种情况 松开安全带的情况 我把安全带解开 安全带已经解开 这边 电子手刹已经拉上了 我们现在 挂D档 松 脚刹 车是不走的是不是 我们踩一下油门 试一下电子手刹是不是会自动释放 车子不走 电子手刹还亮着 没有释放 我已经试了两次了 车子是不走的 感觉后轮是被拽住的 所以我没在补给安全带的情况下 挂D档踩油门电子手刹也是不会自动释放的 不过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么操作 对车子肯定是不好的 特别是对刹车片 磨损是比较大的 我这边是因为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所以才这样操作 大家知道结果就好了 不要自己尝试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上车先挤安全带 不挤安全带 不要启动车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使用 Ha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